美国第一夫人蜜雪儿星期四飞抵了北京 展开围棋一周的访华行程 她在中国期间将会使用博客、推特发布讯息 陪同她一同到访的还有两个女儿以及76岁的母亲 美国第一夫人蜜雪儿周四飞抵北京 展开围棋一周的访华行程 陪同她一起到访的有16岁的大女儿玛丽亚 和13岁的小女儿莎夏以及母亲玛丽安 在此之前她的团队不断利用现代技术 确保她首次访华的每一步每一个印象都能被记录下来 这位美国第一夫人在中国旅行期间 将使用博客、推特以及Instagram发布讯息 你好和你好 这次参加了一个重要的机会 不是只要分享中国的富贵和文化 与你年轻人像你 而是与你年轻人像你与你年轻人的故事 已经在美国公共广播电视台上发布的一段视频 虽然外界认为密学在华期间不会触及中国敏感的政治问题 但美中民间都有呼声 希望律师出身的密学能对中国恶劣的人群问题施加影响 英国广播公司中文网14号就开始征求网友意见 表达对密学这次大陆行有什么期待 希望密学提出什么问题 网友提醒美国不要忘了自己的价值观 应该多提人群问题 经常人养在电视 叶文编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堰